一会儿台词说到一半 你把这个牛奶拿起来喝一口 不要把商标挡上了 好 逗我玩呢 连拍摄了给我玩新展后奏 戏里是哪年 我问你 哪年 那年代有这牌子的牛奶吗 你把这榜桌上一放 我还让美术费什么劲布什么劲 一行牛奶全都没毁了 导演 导演 您先消消气 要不然咱先拍 简单说再说 您不也得顾虑一下 投资和商务的面子吗 谁都不容易啊 应该是我想多了吧 姚老师 你不舒服吗 我没有不舒服 俩人就位 初选这下 二十八吹一进一次 那奖血机拿到了 拿到了 而且还是全额呢 太好了 那你呢 彤彤 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呀 我 我无所谓啊 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 高中毕业以后啊 我打算再去南方看看 可是 不要可是了 还是讲讲你吧 也太厉害了吧 你到了那边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信 知道吗 看 再来一条 先补妆 我刚刚跟思思对过戏了 她走戏的时候不是这么演的 还行 你也不算太上 思思好厉害啊 杰星都能演得那么好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 杰老师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杨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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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她单独讨论一下戏 方便吗 方便 方便 我 我 我怎么了 虽然大学的时候 我没狠地说过几句话 但我还是觉得 你好像哪里变了 我第一次拍戏 是一个儿童剧 那个时候我四岁 四岁 嗯 四岁 我们童剧组有一个 特别激烈的小男孩 比我大几岁 应该是上小学了 会演戏 而且嘴特别甜 镜头一开呢 她就立刻爬到 那些老演员身上 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我都来不及说辞 她就把我的戏 全都给抢了 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她 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呆了 可你猜后来怎么样 最后她的戏 全都被剪了 为什么 因为她 抢了主角的镜头 把防压爱她 怎么 想像我的签名是吗 你刚还和杨老师说了什么 嗯 没什么 就是一点演戏的小剃剃而已 剃剃剃 剃剃 陈墨 你好像对我有意见 二十八场一进二次 彤彤 你奖学金拿到了 拿到了 而且还是全额呢 太好了 彤彤 那你呢 你怎么办呀 我当然是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考不上什么好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 我打算去南方再看看 可是 不要说我了 还是讲讲你自己吧 你可真是厉害啊 那你到了那边 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看 你俩来看我一放 演的什么东西 是 有 川远 我怕她知 Sound 好 那怎么 ME 很健犯 bye 你 tidak 不要 不吃了 喝牛奶都喝飽了 vig 呀 tic ピthese 我们不感じ 你怕 ich 那么怎么了 姚老师累了 不想吃饭 天太热了 不想吃也正常 刚才我去后勤那儿取了两个牛奶 要不要 黄培 你给剧组开车多久了 这是第一次 那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之前开过货车 给烧烤饭送啤酒什么的 反正都是苦活 夏天特别遭罪 还是剧组好了 在这儿还有空调程 不过夏天也有夏天的好 夏天的话可以拿高温补贴 高温补贴 他怎么会了解这个 姚老师 你领过呀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劳动人民本来就不容易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想拿高温补贴有错吗 我说什么了 姚老师 至于发生不大火气吗 我和导演说了 下午的戏呢还是照常拍 不能因为我自己的行程 擅自行驾 但是如果拍得顺利的话 就可以早点结束 所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陪我提前对对词 不好意思啊 杨老师还没吃午饭呢 那算了吧 不好意思 我不饿 我不吃了 走 好 好 谢谢 好 你 你 好 你的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相信我 一场持久的爱情注定会回到无悔前 让我这样也沉连着你不想